我们今天是听着不得有医疏还是金玄 现在大家都比较爱有休息的时候 去外面驾驾 而且不是说在家里 你去山顶还是进郊交山 有个步道修行也蛮舒服的 驾到天然的 感觉很爽快 但是有人看着孔孤立的 就觉得政府也很认真 好的 到这首座的 就看着很主人的步道 到这一看就知道 在新造的步道 什么会不会受伤 来 现在讨问的是 台湾千里步道协会副实际上 其实他本身也是一个老师 他在台台和前台的教授 徐明谦 南明谦你好 靳玄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明谦他做一件事 我觉得他很有中心思想 他在电视 看着一个车的当时 都有在说个阿威嘛 阿威像一般车不太像 他会跑到森林里面 装了装去 你看到这个功课你怎么做 我就写一个文章 然后投书 人要去亲近自然 不是要去征服自然 像那个广告是 一个尼加拉瓜大瀑布 就过一会是一个大轮胎 然后就撵过去 然后他的那个结语就是说 在这个车子的轮胎底下 尼加拉瓜大瀑布 只是一个小水坑 你看 哇 这就是高风风的 对啊 就是他其实就是把人放大到说 我只要有这个车子 就可以把所有的这个自然 都压在我脚底下 但是那个广告 也有欢迎一个观点 那个观点就是 溪流里面的生物的观点 其实大自然被我们去爱护 或亲近大自然的结果 是把大自然弄死了 这个应该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所以我就投书 那投书之后 就很多网友开始转转转转 然后灌报那个 那个那家车商的信箱 灌报农委会的信箱 然后后来 这个广告就被停播了 然后那后来政府才开始说 这个行为确实是应该要取缔 从那个时候开始 就比较没有人会 用广告的方式来传达 这种人定胜天 征服自然的概念 我觉得民间以这个观点 其实之前 我想有的人隐隐约约觉得 这样感到 这样感到 那尊严主言的人其实很多 但是毕竟 最后有时候包装了 有得漂亮 看起来很有力量 事实上是用暴力 但是有人把他点出来 可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留意 因为我相信你不是 看着公国才有欢迎吗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关系这些议题 其实开始被刷的时候就开始关心 但是这个广告对我来说影响很大 因为我们常常去爬山的时候 觉得爱护大自然 跟没有想过自己的行为 会造成自然的影响 所以那是一线之格 就是爱护大自然 还是爱死大自然 是一线之格 这个广告帮我把这一条线 变得很清楚 那像在说爱护大自然 其实我爱到要死去 爱你死去 这是很困难 因为如果是概念上来讲 那你说你开始爬山 你看说爱护大自然有的步道 你是怎么开始注意 有的步道是手工的 这是比较好的 那种很明显的 就是说政府说 我有用纳税钱在做事 那种工作 那种的步道 你什么时候开始发现 很没想象 差不多2000年的时候吧 那时候被刷的时候 政府很有钱 你爬到哪里去 所有的步道都在做水泥 做花岗岩 本来路很自然 或者是原来是古道 不管它原来是怎样 它都有步道的个性 但是它最后都把它做成一样 因为那都是同样的设计图做的 然后那所以 我那时候就觉得说 奇怪原来路就很好走 那时候是没办法区分 说什么手作步道 其实是很单纯的想说 自然就好了 是怎么要去剖什么东西 主要是这样子 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去 很多的施工的问题 我就开始去跟政府沟通 结果后来就发现说 政府部门就会问你 说不然你讲 不要用水泥 你用什么方法比较好 我不是学这个的 所以我就开始去研究 研究的时候就发现 美国阿帕拉契三进 有一条大家都说 很漂亮的步道 我想说那去看看人家 是怎么做的 结果去了美国以后 一开始我也以为说 步道天然的 本来就很好走 路就是人走出来的 什么都不用做 因为看不出来 可是我报名参加 他们的志工组织 跟他们做了三个月的步道 我才知道说原来 看起来是土路 但是不会积水 路没有崩塌 就是有那些阶梯 那个不是天然就在那里的 有那十阶梯做得很自然 你觉得踩点踩得很顺 因为都是人放的 所以我才知道 原来那个就是 才是手做步道 但是做起来是很自然的 这样 我就长见识 因为我当时在走步道 我看有的电 有时候很明显 你会看到有的彩点 你知道那些多人走过 而且那个点 比较多或是好走 我以为那都是自然生成 所以其实有的 是手工去摆出来吗 怎么做 可以这样讲 因为像那个美国的话 他们基本上没有在发包工程 美国的步道 都是他就会找一个民间组织 这民间组织负责招募志工 然后呢政府就出经费 志工来这边工作的 这一段期间的经费 不是说给志工薪水 是说我在这边吃住 交通 还有专业的人带你工作 这些你都不用出钱 那我们在那边学到的就是 比如说我们要看大地形 大地形的集水 如果水会跑到步道上来的话 我要去想办法 用很多种方式把它排掉 比方说在这个上边坡的边沟 我们如果水一定会经过步道的话 我们上面可能就要做一些消能 让水下来的速度变得比较慢 然后让它分流 然后那到了步道上的时候 我们给它一个排水最快的空间 比方说是横向排水沟 还是泻水坡度 还有什么 就是光排水就很多种做法 然后你让它排到安全 下边坡不会崩塌的地方去 路面上就不会积水 如果说像有一些土层 它是粘子土 粘土的话 其实下雨的时候很滑 所以粘土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透水性不好 然后那所以呢 我们就要把那个 腐植层跟粘土层挖起来 然后可能把它 铺一些块石在底下 让它底下可以渗水 表层再回铺一点点薄薄的土 你也看不出来 但是水就跑掉了 就是有很多种方式 都在处理这种 路面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听民谦说 你是用大自然的原理原则 去面对水土 这些问题 所以你最初又说一下 美国它在做步道修复 它是没法包 像我们就是 但是我们也是一个概念 也就是专业的来 就发包 有的又是营造厂 我几十六个就去 那步道这个 这也是一个概念 这不同的道理 问题就是出在这里 因为那个公共工程 你是要建一个房子 或者是要做一个桥 还是要做一个步道 通通都一样 我就是要先发包一个 画设计图的 然后我再把这个设计图 拿去做出来 对 那照着设计图来验收 那如果说是盖房子 这个逻辑没有问题 那但是在自然环境里面 要扑步道 用这个逻辑就会做出 把人造的 就是人在一个白纸上 画出来的东西 拿去做在自然里面 那个不是自然的东西 我举个例子来说 像我刚刚讲的这个 手作步道 我们在美国 那个有三千四百公里 三千四百公里 全部都是志工做的 等一下 三千四百公里 手工做的 对 步道 从1921年到现在 每一年的五月到十月 每一个星期 都有志工在做步道维护 你说的志工是不用钱的 因为当然你说 我给你吃煮 都不吃 是这样 是这样哦 志工要为哪里来 很多啊 大家都要去做 因为这个是一个 很特别的体验 它也不是说 我去 空水泥 还是要搬东西 没有那么 不是那种工人那样子 它其实去享受自然的 所以大家都很喜欢去 那所以 一般志工 可以做到的那种维护 其实它的技术 感觉上 好像不会很高 但是相对于 我们刚刚说的 这种工程的 发包的方式 它比如说 三千四百公里 它可能 如果以我们台湾的做法 可能就我画一张图 就一张设计图 我就可以做三千公里 为什么 我全部都是 就是一格一格的啊 对不对 我看是铺石板 还是说铺那个 一个仿木的水泥 然后后面再铺碎石 反正我通通都是一格一格的 遇到就变阶梯 平的就铺 我一张图就做完了 那我会用多少材料 你想想看 三千四百公里 乘以那么多材料 其实我 我算一个 系统就会把它算出来 因为这是 有点像一体成型的概念 对啊 我只要用一张图 然后我在 那个Google地图上面 画一条线 然后这边 全部通通都铺 然后我就 全部铺完 那 这个其实 它的工程经费 会非常高 但是其实技术性很低 因为我从头到尾 都是用同样的做法 我根本就不了解 自然环境 里面有没有问题 我就只是纯粹 把东西铺上去 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接下来呢 就是 你铺了这个水泥之后 它就是大自然 比如说我们会地震啊 下雨 土会流失嘛 对 它的底下掏空了以后呢 那个就会开始 空脚翘嘛 对不对 会裂开嘛 会地滑 你毕竟是外来的东西 自信也没收乡 是啊 就是 这种很硬的东西 你放在自然里面 其实反而更脆弱 然后你铺了多少公里之后 你就是有多少公里的 维护的工作 对 然后你看 现在我们就是 铺了几公里 在台湾铺个几公里的步道 如果坏掉了 政府会怎样 拉一条封锁线 先封起来 黄色的啊 不就是步道失滑 然后才就给你封起来 对啊 因为为什么 因为暂时我们还没有去 再发包下一个工程嘛 你会等啊 但可能一等就要两三年了 可是如果你是用土路 我这个地方如果有土石崩掉了 或者是怎样 我是不是用现场的材料收集 我把那个边坡做起来 我把那个路挖出来 是比较好维护的 就是从维护的角度来说 步道只需要除草 跟把路面整得很清楚 很好走 这样子就可以啦 对啊 所以在大自然环境里面 你想想看 如果说要用走作步道的方式 其实对于工程人员来讲 他们反而觉得 这个技术性比较高 因为他其实 我通通只要铺一种样子 跟我要去解决 二十种不同的问题 哪一个比较困难 没不对 尤其这个维修的部分 当发包有时候 也没想到那些没收成 那其实刚刚 我感觉 明天说一下有点 去步道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嘛 多少一点天生天养 我会去 不过你也用我的方式 给我修复 我们现在都较下通话 还是说就是 我们认为专业的是 去除了一下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概念 不需要想 那你发现了这个问题 你又走去美国 还去修别人的步道 修了三个月 你走到回来 你有去尝试着 去说服官方说 你这样想法 是比较合理的吗 有啊 我2006年去美国嘛 2007年 领悟局就开始推动 手作步道工作假期 那也很好啊 第一条就在侠客楼 侠客楼 对 那个时候其实 这个工作假期的概念 有两个优点 一个就是说呢 他我们暂时没有要去改变工程的发包嘛 因为现在台湾的制度就是这样 那我如果说一下子说 我现在要改变工程发包的逻辑 很难 所以我现在另外开一条新的方法 就是办活动嘛 我让志工来做工作假期 这个工作假期跟美国不一样 志工要负担自己的吃住交通 然后政府负担专专业的部分 就是有老师啊 有工具啊 有材料啊 这些 然后还要做社区辅导 对啊 那他就变成是怎样 也会志工在这边吃住所产生的这个 这个消费 就会直接帮助社区的经济 所以他就会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循环 这一条路开始走 走到现在呢 其实很受欢迎 比方说像我们在嘉明湖 国家步道 那个 你知道那充实沟很严重嘛 所以就是需要一年 至少要办个几次志工活动去修复嘛 那个名额20个人 一个人要缴6000块 上去工作5天 200多个人报名 我有看过这个报道 对啊 因为 为什么 就是因为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 它是一种很特别的度假 假期的方式嘛 对 你可以在嘉明湖附近5天 对啊 这也是不简单的事情 对啊 是啊 这个会吸引很 很乐意这样做的 是啊 或者是到很多原住民部落 这也很受欢迎 所以它就产生了一个新的经济模式 那 所以做这几年的这个下来之后呢 就大家就发现说 为什么志工工作假期做的 比工程做的还耐用 因为你就会开始有比较了嘛 所以这就慢慢慢慢的 就会对这个原来的工程发包 这件事情产生了影响 那 所以 现在呢 像林务局国家公园 或者是新北市政府 甚至现在台北市政府 他们都已经说 他的工程发包 要用手做不到的方式 要送他们的这个员工 或者是这个设计厂商来上课 包括课委会 现在在推的张知系录都要求 陶族苗中的地方政府发包 要完全用手做不到的方式 结果这下子 这个是改变 开始改变工程了 但是这一些工程方面的单位 就发现说 手做不到其实不简单 因为他来学之后 还比他原来画那样一张图 要做的技术性 还要更多 你要了解历史 你要了解生态 你要了解植物 动物 还有当地使用者的需求 这到底是在一个 什么样的环境里面 谁会去走 他们的需求是什么 不可以用一张电脑绘图 cover所有的问题 好像到处都可以用 因为你要手工做 就是你要量身定做的意思 所以目前到现在 你说你是台湾的千里布道协会 你也开课程 说你要培训布道师 稍等一 这个布道不是 说什么中高 是走路的布道 布道师 要培训 这是什么 就是刚刚我提到说 我们因为 其实在做工作假期的时候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 这个技术跟工程 好像有落差 但是我们以前 学校训练的工程人员 他只会懂工程 他不懂植物 他不懂动物 他不懂古道历史 所以我们其实就提出来说 做布道 你要做好 你要跨领域 要跨科系 这个学校没教 那谁来教 我们就设计了一个布道学课程 布道学课程从2013年开始 我们把整个课程分成三个等级 第一等级是入门 第二等级是这个进阶 第三等级就是食物 这个不同等级的课程里面 我们可以针对不同对象 来把一些课程拿出来 比如像我刚刚说 帮设计或者是施工厂商 还是政府人员 上的课不用全上 但是全部通通都要上的人是谁呢 布道师 就是我这个布道师 我们当时包括从英国 从冰岛把老师请来 然后因为其实我不是只有去美国 我跑了五六个国家去学手作布道 还包括日本 日本有一个所谓的近自然工法 就是比较接近自然的工法 那个跟我们在讲的手作布道很像 而且刚刚明杰你有说 有当时布道还可以根据 你这个人在用的工作 使用方法也不太想 对 他也是说 他的路径看也不太想 主要是 比如说 以前这个布道是 我们要挑扁蛋 把东西运出去 那在不同的地方 我都访问到同样的状况 就是他扁蛋 挑扁蛋的人 大家有看过 他走路会上下 软热软热 那所以这个扁蛋沉下来 会反弹 反弹的高度呢 你如果往上顶上去的时候 那一步就踩一个阶梯 那这个就是最省力的做法 对不对 所以我的阶梯的高度 就配合这个扁蛋反弹的高度 是不是最好 对不对 我就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的那个频率 就跟着省节省节的这个频率一样 那我的阶梯的阶高阶深 阶梯的高度 深度就做得跟 刚好我就是 省节就一阶 省节就一阶 这样不是很轻松的 所以这不是有 不是有自然功法 它叫人体功学 对吧 你在 你在带那个扁蛋的时候 你就是会省嘛 省那个多好 膜立一层层 你如果说做到阶梯很高 你就很辛苦 过多久大家都推华心关节 这个太假了 或者说日本时代 日本时代的时候那个路 它基本上紧背道就是沿着等高线嘛 那为什么 因为它那个时候可能要输送之重 它要推有轮子的东西 或者是要把 比如说炮 飞到山上去 什么样的路比较好走 它就不会走一条很陡的 直接上去的路 它会走的 比如说我会支支行 把坡道拉得比较缓 这个时候的功法就不一样 它为了要做这件事 所以它的功法是怎样 我坡度高的地方打低 低的地方把它垫高 垫高的地方用气时搏砍的方式 所以你路走起来就顺顺顺顺 很好走 我觉得日本真的它的步道 它的山管我想抖的地方 大家都有 但是它会用支支行很多 有点柔软的柔软 可是就把那个抖上 抖下把它削掉 这样就不用做阶梯 所以就可以省工 就是其实它技术性还是很高 为什么 因为我把路铺的要平 一样平这件事情很难 但是我少了阶梯以后 人会比较好走 我做了更多阶梯 我那个阶梯石头掉下来 我是不是都要维护 可是我如果是用缓坡的话 我可以维护的功再少一点 所以这都是传统的手作步道 的功法 所以我们在这个步道师里面 我们训练所有的课程 它要完成到成为一个步道师 大概要四年到五年 才会被认证 为什么 因为它还要实习 它跟我们去不同的海拔 不同的环境 去操作过不同的功法 它有经验的 才可以变成步道师 还要带志工工作 那另外呢 我们有一种 不是我们训练的 那种步道师 叫做荣誉步道师 荣誉步道师 就是我们 找这些当地的起劳 比如说我们到各个地方 做工作假期 有指导过我们的起劳 它的功法 我们在世界上都没看过 这就是台湾本土的功法 我们把它找出来 然后给它一个 颁发一个奖状 然后希望在地的社区 可以把它继续延续下去 这个技术 今年我们年初的时候 有颁发了第一届 荣誉步道师 有三个 有客家人 有一个排湾族的 一个布农族的 然后第二届呢 我们就希望 有更多人来报名 把这个传统的功法 找出来 对 这个又在地 又传统的 那是最 最真正的有趣的 是 好 那所以说 如果想要参加 要去帮忙 铺设步道啊 所以人听起来 是很竞争的 不过说 我们要报名看看 就是很有兴趣 要怎么办 就是到我们 迁礼步道协会的 脸书 或者是 那个网站 我们都会有 最近的活动贴出来 有条件限制吗 其实 我们会审核 但是这个审核 其实是 大家只要把你 我们会问说 你的户外经验 你有没有劳动的经验 你的 对这个事情的 看法是怎样 不要只是很想去而已 还是要有一些 一定是户外嘛 对 就是你要 因为我们也需要 顾虑安全 所以大家是要有 准备的来 但是如果你有 这一些条件 比如说你很热情 然后你都完全了解 手作步道在做什么 然后你 愿意来尝试 就算你的经验 没有那么多 我们也都会很欢迎 这样子 好 这个 其实这个很值得一试 今天很谢谢 这个徐明谦 他现在还在清华 和大队在教授 那当然他很自愈 也带完千里步道协会 一期副执行长 谢谢你 照项目 谢谢你 谢谢 好 等一下回来 带大队在教授 那当然他很自愈 带完千里步道协会